无论在美国生活、工作还是短期学习 都可能与美国的法律打交道 但由于东西方观念及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 许多来到美国的华人对美国法律只有模糊的认识 我们将为大家分享邓宏律师著作 《美国生活实用法律手册》来加强普法宣传 希望大家的美国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国法律微课堂 本节目将在YouTube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频道首发 每期时间周六至周三晚十点上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房东的法律责任 我们中国人都喜欢投资房地产 尤其是公寓方面的投资 一来房地产可以保值 二来可以利用租金来作为自己的生活收入 但是在美国做房东并不容易有诸多的责任 一 房东要保证所出租的房屋是安全的 没有任何有害的物品 虽然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 出租的住处必须可供人居住 但是所有的法院判例都要求出租的地方 必须可供人生活 房东出租的房屋必须符合当地市政府的居住 建筑 健康和安全等方面的标准 例如 所出租的房屋必须有暖气 水 灯 可以上锁的门 如果没有提供这些条件而发生意外 房东可能会承担责任 二 房东租房时不能有歧视行为 虽然房东有权利拒绝将房屋出租给任何人 但是不能因为租户的性别 种族 肤色 宗教 残障 婚姻和国籍等原因而区别对待 华文媒体刊登的租房广告中 经常有直线女性等条件 这是不当的广告 许多房东因此而被告 有歧视行为 官司缠身 所以房东刊登广告时应该格外注意 三 签合约时 房东要注意如下问题 便于以后避免承担一些责任 合约中要注明出租房屋的地址 租房人的姓名 特别要注明是谁居住 有其他人居住时 租房人必须通知房东 租金数额 租用的期限 租房定金的数额 在什么情况下退还定金 定金如何使用 是否允许住客拥有宠物 出租之前的房屋检查 能否将租约转给他人 能否分租他人 为了避免以后产生纠纷 房东还应该在合约中 加进在什么情况下 屋主有权进入房客的房间 根据法律规定 只要提前24小时至48小时发出通知 房东可以进入房客的房间 进行必要的维修 四 清单检查 房东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 在出租之前 应该对房屋内的物品做清单检查 即所谓的checklist 甚至可以拍照片留底 将来在房客退租时进行比照 看看是否有受损之处 如果受损 这些也可以作为证据 让房客赔偿 五 驱逐房客 如果房客不付房租 已经构成违约 房东可以要求房客离开 如果房东发现租客 利用锁租的房屋 做违法的事情 如从事色情 贩毒等犯罪活动 或利用房屋做生意等 也可以终止合约 而将客户赶走 但是必须要向当地法院 申请驱逐房客的 法令后才能进行 前车之鉴 方法不当 驱逐 房客不成 反出法 案例 夜姓屋主将自己住宅的一间房间 出租给一名学生 该学生不交房租 屋主就提前一个月给他通知 要他搬走 没想到 在搬走前的一个星期 该学生突然消失 并失去联络 而所有的东西 仍放在房间内 一个月的期间到达时 该房客仍没有回来 屋主便将他房间的东西搬到车库 几天后 该名房客回到房间 发现他房间的东西全部被搬走 他因此报警 指控屋主无权进入他的房间 并且称他丢失了许多贵重的财物 警察来时 夜姓屋主出示一个月前的终止合约通知 但是警察仍认为 夜姓屋主无权进入房客的房间 也没有权利搬动房客的东西 因此开出刑事出庭通知单 指控他四闯民宅 要求他必须出庭解决 邓宏律师的解说 近期加州失业率超过两位数字 越来越多的学生都无法找到工作 造成一连串的问题 当房客无法交付房租时 屋主有权利要求房客搬离 但是驱逐房客必须按照合法的程序 按照加州的法例 房东必须提前给房客通知 一般是提前30天 如果房客到期仍未搬走 房东必须给房客搬离的通知 5天后房客仍未搬走 房东可到当地的法院申请驱逐令 在法官裁定房客必须撤离后 房东可以叫房客搬走 如果房客仍坚持不搬 届时可以打电话通知警察 要求警方强制执行法官的驱逐令 中国人社区最常见的违规行为是 在法官仍未签署驱逐令前 屋主已先采取驱逐行动 届时房客报警 屋主反而从有理变为无理 成为刑事案件的被告人 因而房东在处理房客问题上应特别小心 在出租房屋或房间给他人钱 应先做一些犯罪或信用调查 应向房客要求先交保证金 在房客违约时应通过合法的方法来驱逐房客 不应擅自进入房客的房间 不应更换锁以阻止房客的进出 不应搬动房客的私人物品 房客租房注意事项 购买房屋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 因而中国新移民往往只能先租房屋 在美国做房客一来省钱 二来省市 房客应该注意下列事情 一 房客在签约之前 必须了解全部的合约内容 知道自己的权益 二 为了防止房东无理扣押定金 房客在搬进房屋之前 应做仔细的检查并做一个列表 记录哪些东西已经损坏 哪些东西没有损坏 三 如果发现房屋有需要修理的地方 房客有权向房东提出修理的要求 因为房客所付的房租中 包括有权得到一个合适居住的环境 发现有修理的需要 房客应该尽快向房东提出 把需要修理的事项 用书面形式通知房东 最好记录下通知房东的情况 如果房东收到通知后 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修理 有些州允许房客不交房租或减免房租 有些州允许租客先找人修理 以后从租金中扣除修理费用 四 如果房东没有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修理 房客以此为理由可以解除租房合约 当然 房客也可以将房东告到法院 五 如果房客要提前解除合约 搬到其他地方 要注意以租房合约是否允许转让 如果允许转让 房客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人 经过房东同意 这样就可以不用承担任何责任 而由新房客承担合约上的责任 二 合约中有无允许分租的条款 如果有 房客可以将房屋分租给别人 但是不利之处是 如果所分租的人不付房租 房客必须对房东承担这个责任 将来房东可以向签约的房客要钱 三 在房客真的没有办法必须要走而违约的情况下 房东可以要求房客支付合约期限中 剩下时间的租金 如合约为一年 但是房客只住了两个月而违约搬走 房东可以让房客支付其余十个月的租金 不过 法律规定房东和房客可以共同去努力 找到另一个房客来弥补这个损失 法院还可以要求房客向房东支付 在没有找到新房客之前 控屋期间的租金 六 房客被驱逐前 房东一定要通知房客 在房客不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 房东才有理由向法院申请驱逐令 房客在收到驱逐令后 可以决定搬走还是和房东打官司 如果搬走 事情到此为止 如果打官司输掉 房客不仅要支付所欠的房租 还要支付对方的律师费用 自身的信用也会受到影响 租金与保证金 美国法律没有对房屋的租金范围有明确的规定 一般而言 房屋的租金根据租房市场的情况而定 也就是所谓的随行就市 是房东和房客双方商讨而定 不过为了保护房客的权益 加州哥伦比亚特区 新泽西州 马里兰州和纽约州中的一些城市 制定出一些房屋租金限制法规 像南加州的圣塔莫尼卡 北加州的奥克兰等城市 这些地方法规会禁止房东无故驱逐房客 或限制租金每年的涨幅 在购置公寓前 房东应向当地的市政府了解是否有这类法规 在租房时 房客应该去当地市政府了解是否有这类法规 知道自己有哪些权益 除上述注意事项外 房东以及房客在租金方面 还应注意如下的问题 以租金交纳时间 大部分房东都希望房客每个月的第一天就交纳房租 但是法律上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 核实交房租是由房东和房客双方自行商定的 二 持付租金 房客要注意支付房租并没有像支付信用卡费用的所谓缓冲期 持交房租是一种文约行为 如果房客持交房租 房东可以酌情收取置期费 或终止于房客的租房合约 三 租金调涨 如果房东与房客无合约 或者是按月的合约 房东如果如要想涨价 一般情况下 在30天内通知房客即可 但是如果房客签署长期性租用合约 房东不得在期限内涨价 储备合约上允许如此 在出租纠纷中 房租保证金是最常见的问题 法律上允许房东收取租房者的保证金 一来保证租客如期付租金 二来保障自己房屋的设施 在房客使用过程中免受损毁 并避免房客恶意破坏房屋设施 美国有一半的州对于保证金的金额 有法律方面的规定 一般规定数额不得超过月租金的数额 或月租金的一倍 有些州还规定房客所交的租房定金 必须存放在指定的账户 也有些州要求房东向房客支付保证金的利息 因此在租房前房客应该了解当地政府规定 以及向房东查询保证金的退还方法 在保证金退还方面 大部分的州都有法律规定 要求房东在房客搬出的14天到30天之内 在扣除合理的费用后 将剩余的保证金退还给房客 房东有权从房客的保证金中 扣除相关的修理费用 但是必须向房客提供维修清单及出具付款收据 房东的维修不能包括日常损耗的项目 如房客居住很长时间 地毯开始变旧 房东如要更换地毯 不应将此费用也算在原来房客的身上 租屋的维修问题 房东的英文是Landlord 不过很多房东在维修自己出租的房屋方面表现得很吝啬 为了节省费用 对自己出租的房屋不进行必要的维修 导致房屋破烂不堪 因此逐渐衍生出了一个新的英文单词 Slowlord 中文可以翻译为烂房东或恶劣房东 如果所出租的房屋没有基本的生活设施 如水到水管堵塞 没有水电 没有排烟道 及卫生状况极差 这样的房东就是Slowlord 如果房客的房东是Slowlord 房客可以用违反卫生标准等理由 向当地的市政府投诉 市政府的卫生部门检查后会要求房东修理 如果房东不按照指示进行修理 是政府可以提出刑事起诉 不少吝啬的房东因此而坐牢 邓宏律师的忠告如何避免成为烂房东 为了避免成为烂房东 房东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一 在与房客签订租房合约时 应该明确房屋维修的责任 分清楚哪些项目是由房东负责维修 哪些项目是由房客自行维修 二 在房客搬入之前做好出租房屋的检查 并列出检查后的列表作为合约的附件 三 要求房客在发现房屋有问题时 及时告知自己 四 对房客提出的房屋问题 以及自己采取的维修行为 做好详细的记录 五 如果发现房屋有问题 要马上进行处理 为了做到及时的处理 房东应该有自己的维修人员联络网络 能安排维修人员在紧急情况下 尽快抵达并处理 例如出现水管破裂的问题 一定要在24小时以内派人解决 一些非紧急性的问题 如门窗玻璃破损的问题 最迟不能超过48小时进行处理 六 每年对所出租的房屋 做两次以上的安全检查 主动进行维护或维修 做房东的责任很大 维修房屋的钱该花的一定不能省 一味的省钱 只能导致房屋存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到头来不仅要花费更多的钱 而且可能引致更严重的民事或刑事责任 未经许多须导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